相信如果说起NBA最高的奖项是什么,大家或许会说是总冠军,借用联盟中最为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没有总冠军,一切都是浮云显然总冠军在NBA的分量是非常重的。 不过除了总冠军之外,大家最看重的奖项,或许就是MVP了,所谓的MVP就是指常规赛最有价值的球员,而这一奖项也是颁发给常规赛中全场表现最佳的球员。 所以说这一奖项毫无疑问是对一名球员的认可,同时也是对这名球员的最好荣誉。 那么在NBA联盟中想获得一份MVP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因为获得MVP的球员不仅要有强大的个人能力,同时还要有强大的代表能力,而且球队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战绩,只有这样这名球员才有可能获得一座MVP。 那么在NBA的历史上,从1955-56赛季开始出现了第一座MVP,截止到2016-2017赛季里,史上共出现了61座MVP。 而这62座MVP先后被31名球员给瓜分了下面,我们来看看历史上都有那些人拿到过MVP这一荣誉。 首先来说说拿到过一次MVP推议的球员分别是,1956-57赛季的鲍伯库西,1968-69赛季的威斯昂塞尔德,1963-64赛季的奥斯卡罗伯特森,1969-70赛季的里德,1972-73赛季的考恩斯,1974-75赛季的曼卡度,1977-78赛季的沃尔顿,1980-81赛季的欧文,1992-93赛季的巴克利,1993-94赛季的 奥拉朱旺,1994-95赛季的罗宾逊,1999-00赛季的奥米尔,2000-01赛季的艾弗森,2003-2004赛季的加内特,2007-2008赛季的科比,上面15人是每人只拿下了一座MVP,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拿到过两次以上的退役球员分别是,奥国佩蒂特两次分别在1955-56赛季,1952-59赛季各拿到过一次,卡尔玛龙两次分别是在1996-56赛季的奥拉朱旺,1994-95赛季的罗宾逊,1999-95赛季的罗宾逊,1999 1996-97赛季,1998-99赛季先后拿到一次,邓卡两次分别是2001-02赛季,2002-03赛季分别拿到过一次,那时两次分别是在2004-05赛季,2005-06赛季分别拿到过一次,魔术师约翰逊三次分别是在1986-87赛季,1988-89赛季,1989-90赛季各拿过一次,拉里博德三次分别是在1983-84赛季,1984-85赛季,1984-85赛季,1984-85赛季,1989-90赛季各拿过一次,拉里博德三次分别是在1983-84赛季,1984-85赛� 1985-86赛季各拿一次,摩西马龙三次分别是在1978-79赛季,1981-82赛季,1982-83赛季各拿到过一次,上面供西人获得16座下面,再看看拿到四次以上MVP的球员,张伯伦次次分别是在1959-60赛季,1965-66赛季,1966-67赛季,1967-68赛季分别拿到过一次,邓丹五次分别在1987-88赛季,1990赛季分别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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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91赛季,1991-92赛季,1995-96赛季,1997-98赛季,拉赛尔五次分别是在1957-58赛季,1960-61赛季,1961-62赛季,1962-63赛季,1964-65赛季分别拿到过一次,贾巴尔六次分别是在1970-71赛季,1971-72赛季,1973-74赛季,1975-76赛季,1976-77赛季分别拿到过六次, 上面共四人获得了20座,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现役都有谁拿到过MVP,分别是诺维茨基在2006-07赛季拿到过一次,罗斯在2010-11赛季拿到过一次,杜莱克在2013-14赛季拿到过一次,维斯布鲁克在2016-17赛季拿到过一次,库里共两次分别在2014-15赛季,2015-16赛季分别拿到过一次,詹姆斯共四次分别在2007-08赛季, 即2008-09赛季,2011-12赛季,2012-13赛季分别拿到过一次上面共六人十座,显然从这一份数据上就足以能够看得出来,MVP的含金量有多高了吧,同时在谈到历史地位的时候,大家首先比较的或许是总冠军的数量,但是对于个人的比较而言,真正有说服力的还是MVP的个数,毫不夸张地说,如果一名NBA球员拿到一座MVP奖杯, 基本上就拿到了名人堂的通行证,拿到两座基本就锁定了历史前30的席位,拿到三座基本就是历史前20的球员,拿到三次以上毫无疑问肯定是历史前10的球员。